开车玩捉迷藏有多好玩 只要你能藏到最后就能赢得一箱美金 游戏规则很简单 只要双脚不接触地面就行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走在时尚顶端的小美选择了一辆兰博金尼 爱冒险的小兰选择了一辆沙滩摩托车 小兰和小灰打算手牵手一起走 选择了一辆观光车 真是不知道这是来旅游的还是来比赛的 帽子哥则表示车越小越安全 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平衡车 小兰正在汽车摩托车来一场湖水冒险 接着他又盯上了一辆摩托艇 就这样他在湖中转悠了一圈 看见一个充气体 并表示一定没有人会寻找湖中央 咱就是坐等躺赢的大动作 小绿和小灰则是选择藏在桥洞里 帽子哥表示他的平衡车才是永远的神 话音刚落 平衡车就没变了 真是不给帽子哥留面子 十分钟躲藏时间已到 寻找者土豪选择了一辆武林红光开始搜索 哪个倒霉蛋会第一个被找到呢 首先来到车库寻找 成功在车库发现了小美的兰博基尼 土豪十分兴奋 结果打开车门里面却没有人 原来是小美嫌弃自己的豪车轰鸣声太强 怕把土豪撞在地上 于是换上了一辆电动玩具车 土豪只好开车继续寻找 路过桥时却没发现桥下的两个人 把车开到屋内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小美 不得不说这多少有点运气的存在 随后土豪又发现了小兰的摩托车 瞬间感觉不简单 又来到了岸边搜索 很快就发现了充气城堡的小兰 接着土豪又来到了树林 看见被遗落的平衡车 却没有发现有人存在的痕迹 这时帽子哥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下一秒就爬上了车顶 土豪继续开车寻找 突然一个急刹车 差点让帽子哥隐恨西北 就这样帽子哥也被淘汰了 最后小绿和小灰拿下了10万奖金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